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咱们来聊一聊 国内最近这几天发生了很多比较暴的事情 诈嘛 首先说一个李云迪嫖娼 朝阳大妈嫖娼 为什么聊这么一个嫖娼的事 在看新闻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细节 你比方说在沈阳发生了什么炸的时候 我估计爆炸这个字眼有可能都是敏感词 现在我做节目就已经仅剩到这么一个程度 沈阳这么一炸 然后这个新闻最下边就有一个李云迪 推荐浏览李云迪 就给人感觉好像在故意制造一个新闻 然后去把另外一个事情给掩盖住 前一段时间首先不是一个郑州大水吗 郑州大水之后紧接着就是吴亦凡又女了被抓了 现在就是一个李云迪 李云迪是因为沈阳出事了 结果沈阳出事就爆出来 这么大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么一个一炸 我在网上找一找图片 咱们看一看沈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看这个图片我转过来 看到没有 沈阳人都这样了 你看用网友的评价来说 沈阳人日常都是穿防带衣的 炸成这样才4个人死亡 官方他可真能够胡舟乱造 是吧这是一个沈阳 我在这边我又看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闻 在推特里面就是在别人手机上发过来的 我就直接念了 沈阳炸完接着是哈尔滨炸 哈尔滨炸完了蒙古炸 现在大连又炸 大连一居民楼燃气爆炸 楼顶被炸飞 然后官方怎么说 官方说这个事故造成两人死亡 7人受伤 是吧 你看很有意思 官方的新闻总是说的 好像没有多少人出事一样 这里数字肯定是造假了 跟以前温州动车事故一样 温州动车事故的时候 那死多少人肯定都是 他们都是把这个数字往十分之一 甚至百分之一去爆 还有包括什么天津 天津大爆炸 天津大爆炸怎么说来着 就是也是人很低 蘑菇云都起来了 蘑菇云都起来了 一个什么物流源好像都被移为平地了 是吧 现在你看看这这么多这炸那炸的 这边还有一个是南京航空航列大学实验室 发生二次爆炸瞬间 这个就不给你们看了 看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说国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原因 为什么 就是说故意搞了事情出来 因为现在习近平不是连人吗 我阴谋论我都扯出来了 会不会是习近平的竞争对手 为了打击习近平的政权 为了故意给他多添点料 私下里到处搞事情 这也爆那也炸 是不是故意给习近平添堵的 我阴谋论我都搞出来了 当然了这种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就是说说一下 然后就是说怀疑一下就可以了 这也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你看看这个媒体马上就开始忙着 西地忙着掩盖 忙着干嘛 第一个伤亡人数严重造假 伤亡人数严重造假 然后就是一个拿其他的新闻来掩盖 在娱乐圈找事找一些名人 然后给他们搞点事情 然后把它给操作起来 上热搜上热搜之后 大家都去关注这些娱乐圈的事情了 都去关注民人嫖娼了 都去关注民人的裤腰带了 需要关注这么一个事 今天我还看一个什么段子 亮剑李云龙 李云龙他有个手下叫段鹏 他想要给段鹏去下达一些任务 别人说段鹏可能去不了了 政治部马上就要让他复原了 李云龙问什么原因 哎呀生活做么问题 李云龙马上就说了 说这是我的人 我说的算 然后就问段鹏 以后能不能管好扣腰带 能管好好 那这事就过去了 顺便把人家的姑娘给娶了 原来人家是两情相悦 结果被扣上一个政治作风的帽子 多大个事 真的是你在中国你去买个春 嫖果仓多大个事 结果像李云龙不是李云迪 搞混了搞差了就被扣这么一个帽子 就是说来掩盖某些事情 我们这些做媒体的能够感觉出来什么叫带风向 这就叫带风向 现在中国就是到处都是连环炸 今天有网友又这么说 现在就是到处在暴雷 还有没有更大的雷可以暴 引用网友王小山 他说再等更大的雷 如中国高铁千万别暴 暴了就是生命土壇 其实王小山人家不做频道有水平的 比油管大多数人都有水平的 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中国不出更大的事情 不搞点事情出来 中国政党政权就无法被撼动 就无法去刺激老百姓去思考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如果说不出事 老百姓就不会去思考 但是如果说要是出了事 那又是生争涂炭 又是老百姓遭殃 在这里这就是一个矛盾 你说这个事是让他出还是不让他出 如果不暴雷 那么共产党的统治 那是千秋万代 如果说暴雷再暴中国高铁 在什么其他的什么航空 再暴雷再出事 又是老百姓面临危险 矛盾就在这里 所以说你看这句话两层意思 在中国我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有什么几个网红 国外的网红粉红网红 用着流利的普通话说 为什么中国这么安全的 为什么那些保安都不拿AK 他难道他们都这么穷买不起枪 原来是中国这么安全的 中国的银行的保安居然连AK都不背 因为中国的银行太安全了 因为中国太安全了 你看前一段时间像这些洋五毛 洋粉红 他都知道中国老百姓喜欢什么 来吹这些东西来给老百姓灌明昏汤 来说中国很安全 实际上中国安全 你再去看一看那些洋粉红 那些洋五毛 他们讲这些段子 那是什么 那是收割流量 那是收割韭菜 在中国生活的人真的是很苦逼 很苦逼 要么是大龄单身狗找不到对象 要么就是说指别定在大街上碰到什么神经病 你说像欧金中这样的反抗恶霸 把恶霸给弄死了 又被扣上一个恐怖分腐的帽子 如果是碰到那些神经病 那些神经病才是恐怖分子 你指不定你就哪天就碰到这些神经病 克里优着点 然后像这两天又来一个联网报 报来报去 你说在中国生活很安全 在中国生活太刺激了 在中国生活太刺激了 在中国生活的人可都要时时刻刻提醒掉的 以前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 我就知道江湖险恶 我成天我都是后脑勺都长眼睛的 所以说这么些年我闯江湖 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闯江湖 上期节目也说了 我在巴塞罗那是怎么熬过来的 是吧 我就知道江湖险恶 所以说我有提防之心 害人之心我没有 但是防人之心我是有的 所以说我也没有被通 没有被抢过 就是到了国外 我都有这种心态 养成习惯了 这都是在国内这么一个让人极度不安全的 这么一个社会形态之下 给自己培养起来的这么一个 习惯思维习惯 没办法 在中国生活太危险了 纸别的哪天就要碰到哪些天灾人物 能跑 现在还说什么能跑就跑 关键是你也能跑出来 那就先说这么多 就是说在国内的一定要小心一点 注意安全一点 那么节目最后再给大家推荐我玩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Pineitwork 一个是Hard dollar 这两个都是零路白嫖 不花你一分钱 Pineitwork三个月之内见钱 Hard dollar能不能完成10个月之后见分晓 反正都不要钱 欢迎大家加入 那就先聊这么多